红河上士学成被处理细节曝光 为何习近平汪洋尤权都卷入 16日佛教界知情人士透露中共佛教协会会长士学成 被举报诱监多名尼姑一事 引起习近平与汪洋的关注 特立士学成尽快辞职 令中共统战部长尤权直接处理此事 习近平之所以让尤权处理此事 是因为今年3月中共统战部改革后吞并了名委 宗教局国桥办中共前统战干部成盖远曾表示 中国诸多政界和文化界领域的精英 都是统战部监控的对象 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普出抗日战争 初期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 表示士学成是中共部级全国政协常委 士政协主席汪洋的下级中共佛教协会会长 士学成又兼多名尼姑仪式 没走司法程序 而是统战部长处理企图大事化小 减轻对中共的影响依法治国 再次成为空谈路媒15日报导士学成 已辞聚佛教协会会长 常务理事和理事等职务 有港媒引述消息透露士学成近日已被接回福州 在一个小院闭门思过 禁止出国消息 还透露士学成在调查期间一度移居北京广己寺 有专人盯手统战部纪检组人员找他核查 经过几天拉锯 他终于承认部分举报纪检组 初步认定士学成存在不端行为 上传习近平批示努力忏悔 安度于年勒令其尽快辞职尽快 只却13日士学成 被移交给福建来接的有关人员 16日佛教界知情人士透露 该事件引起习近平与汪洋的关注 勒令士学成尽快辞职 令中共统战部长尤全直接处理 此事是学成性侵多名女迷事件 不但惊动习近平 还惊动了政协主席汪洋 和统战部长尤全 这是因为今年3月中共统战部改革后 吞并了民伟宗教局国桥办 中共统战部扩全民伟宗教桥办 全被吞并 2018年3月21号 新华社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统战部成为改组重点之一 此前中共统战部的工作职能涵盖范围已经相当广泛 除了下社办公厅 政策理论研究室 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0月 披露了统战部9个局的运作 而这次统战部吞并了多个国务院部门 包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宗教事务局及国务院侨务办旅美时事评论员 郑浩昌中共统战部这几年一直都在扩全18大后增加了8局和9局 其实一直就有要把民伟和宗教局合并的说法 在地方就是这样做的 但这次合并的更彻底统战部一下子把民伟宗教局国桥版都吃掉了 郑浩昌指出这样一合并呢 估计对原来所有相关的内外宣媒体都会进行整合 尤其是统战部还获得对中新设的控制权 这样他收买和毒害人心的能力就更强了 对中国大陆民众还是海外华 人都要警惕这点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 提醒统战部虽然把民伟宗教局和乔办都吞并了 但对外并没有取消这三家的牌子 这其实是障眼法 郑浩昌因为这些招牌都给人一种政府机构的感觉容易让外部人信任 而如果直接搬出中共统战部的招牌 可能很多人就吓跑了我们要警惕中共的这种招数 拍摄于1962年的中共南京市围统战部 全家福城概远中共统战无孔不入 前佛教会长赵普出示中共党员 2017年6月23日美国之音刊发了对中共前统战干部成盖远的采访报道 报道指成盖远曾在中共南京市围统战部 整整工作了10年 2015年成盖远在海外出版中共统战部揭秘 内心的自省与挣扎逼他道出亲身经历的内幕 黑幕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发言 时说中国急需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 不过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 说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掌握政权 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中国头号大右派张伯军的女儿张一和在回忆录 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 在民盟中央别看神老 君如的地位最高是其致性人物 可中共党员 胡一知 才是民盟的主心鼓当 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之 直到反右运动 过去四十多年后张一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他家的常客 一九四六年加入民盟的翻译家 出版家冯一代 那个少女时代的他认为对所有人都好的冯伯伯 其实是统战部派到他家负责监视父亲的卧底除张伯军外费笑通 攀光弹 罗隆基 钱中书等诸多政界和文化领域的精英 都曾是冯一代的监控对象 但是尽管冯一代当年极尽所能积极向上级汇报监控 他的入党申请却始终没有获得批准 平日里他只和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呆现联系 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 成干员 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影响太大了 他们有些国际上的影响 一公开人家觉得你这完全就是搞假的 妈他怎么是共产党员 你怎么搞一个共产党员来主持一个很大的佛教活动 那影响太坏了文革期间 曾有一位潜伏在庙里的共产党员漏了现成干员 他是假和尚 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卧底 在和尚中间 在宗教界的卧底 他是共产党员 当时有一些红卫兵 因为他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就批斗 他被批斗的吃不消了 受不了了 他说 我根本不是和尚 我是假的 我是共产党员成干员统战部 有好多直属的机构 对外都不说是统战像欧美同学会 黄埔同学会 以同学会的形式 一般的理解同学会就是大家交流友谊 联系联系 但是这些作为中央统战部的直属机构 是有专职人管他们的策划 这些人怎么活动 他所有的活动都在统战部的掌控之中 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